在欧洲的众多建筑和雕塑中 大理石是会经常被运用到的 它们坚强倔强却又柔软善变 而当大理石幻化为美妙绝伦的饰品时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眼前这些美妙的饰品 它的材质都来源于意大利的大理石 总有人想要把它们永远地佩戴起来 好像可以留住过往的历史一般 Era便是这样的匠人 好 现在在我身边呢 就是非常著名的大理石珠宝设计师Era Hello Nice to meet you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大理石呢是运用在建筑上面的一种 非常天然的一种材质 那我今天很想问一下Era 它是有怎么样的灵感 能够把它运用到 在我们人身上的这种饰品上面呢 你好 我出生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 身为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 在从事大理石家居设计时 想把美丽的大理石元素展现在珠宝中 同时来自佛罗伦萨著名的米开朗基罗雕塑 也让我想把这种感觉重新带到现代的生活之中 Peter Quadra采用的珍稀大理石就像中国的玉一样 随着佩戴时间越长会显得越发的美丽 把意大利的大理石雕琢起来成为一件叙事的灵物 你会看到它的首饰里面的各种描述 小编竟然还隐约看到有一些中国元素 就是这些丝线编程的装饰节 像不像中国节呢 其实Era跟我说 在设计这些作品前 它并没有来过中国 我想这也许就是艺术的相通之处吧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款漂亮的大理石的那个饰品呢 全部是出自于Era之手的 那我很想问一下Era 你最满意的一件作品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今天我向大家展示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是一枚来自最新一季的大理石珠宝戒指 是一个白色大理石的戒指 是一个正方形的 这个材质好像看到这边有很多 四块完全都是不同的感觉 是吗 这枚来自意大利托斯坦那特产的白色大理石结合银制解脱 由两位资深的工匠结合完成 对于饰品的要求 我永远选择最优秀的工匠 大理石的工匠来自佛罗伦萨 银制解脱来自都林的大师完成 我喜欢给客户提供多种选择 比如白色大理石上的不同花纹 或者产自比利时的大理石 都可以搭配借脱 为您呈现最美的大理石戒指 除了可以把大理石做成戒指 吊坠等饰品 我还发现了一款包包 中国风的丝绸锦缎 加上大理石的装饰扣 Ella告诉我 它还有两种用法呢 大理石天然的纹路 造就出每一款饰品的独一无二 它不再是顽固的食材了 其实任何事物 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你都会发现 它不一样的美丽